大家好 英国天空新闻网刚刚宣布 英国已经暂停了与香港间的引渡条约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周一在对议会的一份声明中称 英方采取了必要和适当的行动 此前英国媒体曾预告称 英国将暂停与香港间的引渡条款 作为对中国实施香港国安法的回应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0号立行记者会上表示 英方近来有关涉港错误言论和举措 罔顾香港国安法有助于一国两制 行稳志愿的基本事实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强烈谴责 敦促英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以免对中英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简单 英国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款 也就是说什么呢 按逻辑上说 就是在香港所有的触犯中国法律 触犯香港法律的逃到英国 那么他们将不会被引渡到香港和中国 这个逻辑没问题吧 那么谁会逃到英国呢 有人说这帮民主派 港独 你想的有点简单了 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一些人 也触犯了中国的法律 谁呀 有一些贪官 有一些被追查的二代 或者中共内部政治的什么 内斗的牺牲者 说白就是 就是斗争失败的一群loser 那么他们可以放心的在英国美国待着 不用被引渡到香港 这我觉得我这个判断应该是整个YouTube上 唯一的一个 你又有幸了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 那咱们看这个 这个政策对习民来说 是不是双赢 咱们来看 那么习民利用着这个 这个香港的国安法 第一呀 让国内的民心呢 为之大震 对吧 对港独分子进行震慑 我觉得国内现在对习近平啊 对共产党应该是什么 支持的 那同样呢 习民知不知道立完这个国安法以后 英国美国 这个这个欧洲一些国家 还包括什么 新西兰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要与香港与中国终止引渡条约 习近平知不知道 包括跑到美国那帮什么之前的什么猎狐行动 那帮人 之前不超过一支是吧 还怕中国引渡回去吗 对吧 跑到美国呢 这回香港不能引渡了 对吧 犯了这个香港的法律也不能引渡到香港 更不就是说引渡到中国 是不是这些人安全了 那这是不是啊 习近平在国内那进行的这个体制内的给反对派的一个什么 说白了给他们留个活路 就是让国内的这个党内的斗争啊 不要那么接力化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你自己想 穷寇莫追 这些人已经啊 政治斗争失败了 跑到美国了 你还要给他引渡回来 会把他逼上梁山 我觉得聪明人呢 在这个时候 会留一下 留一丝 留一丝 这样的话 不会是 不会什么问题激化 那么在国内啊 在处理些贪官 在处理这些二代啊 政治斗争的时候 给他们一个什么 逃跑的空间 那现在首先英国 澳洲 美国 加拿大 你们去吧 去了以后不用再引渡回香港 不用再引渡回什么 回中国 另外你在香港 有一些资产 如果被我查了 你犯法了 那这回你跑到英国 也不用再回来了 不用引渡了 我跟老百姓也交代了 哎呀 人家不给我们引渡 我要求引渡 他不给我引渡 这回是不是更安全了 你看我看问题啊 看的是深入骨髓 哎呀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吧 这些国家取消了引渡以后 谁安全了 红二代们安全 红二代们是不是更拥护习近平了 你是不是也更拥护习近平了 把港独也赶跑了 所以这个有些干大事 你得一键双雕 就是你这个政策 未来产生的结果 对内对外 得让大家都支持你 这回二代这帮玩儿跑出去了 想明白了 他也支持啊 习近平好样的 这回我们可以安心的在国外待着 对内的这帮人 哎 习近平也支持 把港独年跑了 香港稳定了 敲大拇指 这才叫高手呢 这玩政治的 玩到这种程度 才是高人 我觉得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东西 会启发你很深的 以后你不管做什么 你一定要看准里边的底层逻辑 看准这些东西到底对谁有利 这是最关键的 习近平这个事 我觉得对习近平有利 大家应该明白了 大家这回应该清楚 年初的时候 反对习近平的声浪非常猛烈 你包括什么陈平在香港那些 现在也不反了 是吧 也不反了 然后还有一帮国内的地产商 也是天天写这个 好发习近平的什么是书啊 或者写一帮文章 你看现在声浪也不起来了 那这些人去哪呢 这些去哪了 他是不是有退路了 你想想是不是有退路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你办什么事啊 你得给别人留个出路 那这些国家呢 基本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那你现在让他们离开中国 去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他们也要有了后路 就后半生就在那些国家就呆着了 这有时候你让这帮政治流亡者啊 你给他好吃好喝 让他比着避回来 只要他们不回中国啊 共产党就安全 习近平其实也安全 所以我今天跟你分析的 已经是最明白的 你看他整个里边的思路 你以后要干大事啊 你也得按照这种思路 就一件事 不光能什么 不光能提升你自己的支持度 你还得让你的敌人 通过这个事 反反转 也能什么 给他们留一条活路 让他们远离你 把他们赶走 赶到哪 赶到发达国家去 你就在那养老吧 最后大多大不了 在网上骂一骂吧 就看那帮人天天啊 执个相机啊 天天骂的 骂你能怎么样呢 你能对我对我共产党 能占有什么威胁吗 笑话一样 是吧 就上那发达国家 呆着挺好嘛 好山好水啊 好无聊 每天上上网 吹个牛逼 我现在我跟你说的 是不是实话 你自己想一想 你自己想 所有香港人 你们也想想 这个英美啊 英美这国家 其实不聪明 共产党 首先他立这个国安法的时候 就想到了 你一定会什么 取消 引读条款 我既然知道 你一定会取消 引读条款 这像下围棋 我一步一步早就撂到了 那我就 早就有准备 而且啊 你按照我 已经预先设想好的步骤 全部已经实现了 恰为奇不是吗 我想到你后面 多少步以后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刚才我跟你解释的 政治斗争 永远就是这样 非常残酷 但是呢 你也得给人留活路 这样中国国内 政治斗争呢 这些人 失落了 或者跑到国外去了 也就不用什么 那么担心了 这回好了 不用引渡了 没有引渡条款 国内很多人就说 追查这帮贪官 追查这帮人 让他回来 这回事 人家直接就不引渡了 追不回来了 那么这个事呢 我觉得也是给香港 香港这些反对派 给了他们一个什么 给了他们一个活路 这些人不会什么 提心吊胆跑到国外 狗急跳墙 和外国人 拼死拼活一起 要对中国或香港不利 他有活路了 他不至于死 中国引渡不了他们了 所以有时候 你在玩这个政治斗争 还国际政治时候 不要什么 什么都要胜 什么都是我全拿 那样你赢不了 一定要是什么 从大面上 大面上 我拿到就可以了 有一部分我拿不到 正常 反而更好 香港国安法出台以后 香港也安全了 给中国大陆人民 有信心 人民也支持 海外华人也支持 那么 再利用香港废除 引渡条约 反习近平这个势力 基本上就可以给他们撵走 给他们一条活路 就记住 狩猎的时候 你想让这帮猎物 真正的猎人是什么 不会跟猎物进行 出死的拼杀 因为他知道 我打狗熊也好 野猪也好 人家死之前会给你拼命的 我不那么干 我专门留一条活路 有一个口 那里边有陷阱 你去吧 给你逼到那个地方 让他自己掉到陷阱里 用自己的体重 掉到陷阱里 被扎死了 或者被淹死了 用他自己的重量 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好猎人都不动刀 不动枪 把路给他找着 让他自己选这条路 一看 英国美国 往这跑吧 给他一条路了 他走了以后 反而中国安静 人民也支持我 我觉得这招挺厉害 那么澳大利亚 英国 他们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什么呢 他们按照既定的方针 香港国安法一例 他们确实把这个引渡条款废了 咱再说回来 国内这个特权阶层 苏联内部就产生了一种特权阶层 我觉得苏联很了解 那这个特权阶层 把赋予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转变为统治人民的特权 那利用赋予他们控制生产资料 和生活资料的这个特权 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他们的思想已经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的思想 摒弃了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 他们不仅反对马列 马克思列宁主义 更加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不仅自己背叛革命 也不准别人革命 他们心中唯一考虑事情 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利和金钱 他们所开展的所有活动 都以能让特权阶层获取 私利为最终目的 可以说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 关键是在苏联培养的精英们 在偷取了国家利益之后 为了保证财产和自身的安全 自觉而又主动的选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而这也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哀 那从这段话你可以看出来 其实中国国内的问题也很大 国内这些贪官也好 还有这帮以前的前官员二代们 大量的也在欧美 你就可以看出来 里边有一些 就像我刚才读的这样 国内获得了权利以后 资本以后 向往的是资本主义 你可以从奔驰大金鱼 这些红二代 他们所有的所作 还有所有的言行 你可以看出来 极端的崇拜资本主义 瞧不起社会主义 更反对社会主义 这些人最后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我讲 习近平把他们 礼遇出国 你就让美国去吧 住你那个别墅去吧 对吧 你就不要回来折腾中国老百姓 在美国折腾你们美国老百姓吧 像那些大V那帮人公职 礼遇出国吧 这回到那儿安全了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像这种贪官也好 二代也好 他都弄个外国护照 特别是什么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 你从真英国这次 终止与中国的引渡条款 你不明白了吗 他们都明白 这些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 他一定会和中国对着干 所以自己到那个国家 拿着那个国家护照 在你中国怎么做生意 最后我有安全退路 退到那儿 就完了 那习近平知不知道 应该知道 那我知道你的退路了 我就往往往往那儿粘你 一点点粘你 香港国安法一例 这些人在香港在大陆犯了事了 或者被打压了 对不对 那一定会跑到国外 他也怕引渡 也怕引渡 这回不引渡了 终止引渡了 厉不厉害 我觉得挺厉害的 这种办法一般人想不来 这是一键双脚 香港的这帮 这个闹港独也好 闹民主派也好 他们只在香港 这个犯罪 或者是 触犯国安法也好 只要是香港犯罪 这一部分人里面是少数 大部分是什么 经济类犯罪 就经济类犯罪也不严重 更别说政治 政治更不严重 经济类也不严重 所以这些人都安全 我觉得后续 国内这帮内部斗争 可能要跑掉一批 这批人 大部分还是去美国 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后续美国肯定也是 引渡也就终止 你看 无眼联盟 这些国家都终止 所以你就为什么知道 他们往那些国家跑 我觉得我今天视频 给你打开另一个境界 有时候政治斗争 不像表面上那些人 看得那么简单 好像一个动作 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不是 共产党内部也复杂 你也不可能说 一个人就全部 全部把人家 赶尽杀绝 那样反而不利 他会你拼命 后续咱们再看 我觉得这些人 在美国 在美国会有一定的影响 会抱成一个团 就类似于有一个那种 流亡富商那种 但是呢 最后还是 最后还是 钱也消耗没了 资金也消耗没了以后 就像 我刚才讲的 掉进那个 野猪掉进了这个陷阱 这条路是他们自己选的 猎人不需要跟他动武 猎人 好猎人不需要动武 把路给你弄明白了 放火 火就把他们 一放一把火 火就把他们撵到什么 撵到那条不归路上去了 他顺着这个路一走 帮掉到陷阱里 钱在美国花完了 他们会感受到什么叫资本主义 到了美国你就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了 我觉得你上个厕所你就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了 在美国不是可以随便上厕所的 记住了 没有钱呢 你是上不了厕所